你是坐在办公室向往窗外的那片蓝天的人吗 你是对我们航空业一知半解 看似却想要挑战自我的考生吗 你是考了很多次但是都一直没有考上 想要突破自己盲点的人吗 大家好我是刘萍老师 我在华航做空服员之前 我曾经做过保险业务的工作 我曾经做过英文老师 我也曾经在广告公司做过企划 跟其他等等业务性的工作 做空服员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你可以在你的28岁以前 你可以存下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第二你可以享受在一个外语的工作环境下 第三你可以结交来自于世界各国 优秀的同事们一起工作 我们在2014年之后 我们陆陆续续发现 航空公司考试的问题 已经不再像以前这么容易了 比如说以前问谈谈你自己 比如说谈谈你的优缺点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都已经过时了 很多的考生都被问到 如果飞机上客人发生这样这样这样 请问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像这样的问题对很多的考生来讲 常常是万丈摸不到金刚 所以我们规划了这一门课 带着你们从空服员的日常的工作 从起飞到降落 我们交给你10个实战的场景 让你快速的进入未来工作的客舱感 第二个航空专业的术语 让你快速的学会在飞机上 怎么样跟客人快速的沟通 第三个非常重要是 常用的服务性的词汇 就是service language 它可能不在乎你的英文的多深多难 而在于你能不能用比较好的 social manners去服务你的客人 最后一个就是能够学到 100个好用的实战的英文居行 在面谈的时候不会被做官 吓得不知道如何反应是好 说你会说的英文 就是keep it simple as possible 快来跟我们一起学航话 马上购买航空英文EasyGo Cons hơn3 Cons included